花莲县水产培育所在今年将进行周边设施的整建工程 花莲县长徐振卫在县府秘书长饶中 农业处长陈淑文以及水产培育所所长吴雅琴的陪同下 听取工程说明 并针对空间动线以及展示规划等部分给予相关的建议 希望将水产培育所打造为全新优质寓教娱乐的学习场域 花莲县水产培育所为搜封箱履谈判 是本县经济鱼苗生产以及原生鱼类生态保育的基地 110年原规台风造成严重的破坏 历经一年多的工程修复 基层重建于112年10月完成 并且重新开放民众自由参观 且不定期办理各项亲自体验 生态环境以及食农教育推广活动 成为民众周末踏迁的好趋处 更是遇教于烈的优质场域 然而随着水产培育所开放民众自由参观之后 整体环境以及周边设施使用率逐步提高 考量到整体美化以及安全性的问题 140年将进行周边设施整件工程 包含展示馆、辅导区、景观台、养殖区 以及养殖场户外棚架等五个区域 以及整体园区美化的工程 希望将水产培育所打造更优美的休闲场域 在展示馆部分工程项目包括了解说墙 兼殖休息区走道动线规划调整 厕所入口改善规划以及水族馆展示柜改善规划等等 并增强管内灯光的氛围 在检光台的部分为景观采光照改善工程 在湖岛区以及养殖区 则周边站道以及基座改善工程 周边栏杆以及加入简约的雨的美化元素 以及养殖场户外遮阳棚架建置工程 增设户外导览牌以及展示牌 美化周边景物 现在许中为展示馆动线设计 以及整体园区展示规划给相关的建议 这层业务单位以及工程单位在各项工程设计规划上 务必多考量使用者的需求 以入管入院的民众为出发点 唯有站在使用者的角度 方能让整体设计规划更贴近使用者 记得请订阅小伙道